邁尼帶我們一起來好好的解密一下 這到底是一台什麼樣的車 好 歡迎我們的車價好朋友 Benson 再次來到黃金線 而且帶來了這一台 應該現在是數量很稀有 特吸金的很Q的露營拖車 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它是來自於哪個國家 它是來自於冰島的設計 對 北歐的設計 然後走的這種很有趣的元素 對 它整個就是很輕巧 因為這一台那時候我就其實有研究 因為它這台其實希望的就是 你可以融入在大自然裡面 然後我講一下 它這種拖車 我們拖車基本上有分成三大類的這種拖法 第一個是公路的 就你都是在路上面拖 然後你去露營區 然後是豪華的什麼都有 冰箱什麼東西全部都有 那這一種是介於中間的 那還有一種是像澳洲那種越野的 比較極限的 那個台灣可能比較用意到 所以它介於公路跟我們講的越野中間 對 它是稍微可以offload 然後它裡面也是蠻舒適的 然後而且重點是 它的design的部分做得非常非常好 它創辦人是兩位嘛 當時很喜歡露營的戶外用者 結果自己就搞了一台這個 也是興趣 我們現在看到的顯然就是車屁股嘛 對不對 然後你看那個燈 我剛剛就戲稱說 像不像那種樂高積慕 就是直接接上去的這種感覺 而且它燈是做這種外置的凸出來的 對 當你有損壞其實更換也都非常方便 那它識別夠明顯嗎 而且它這種燈啊 其實我們在乎它是不是公規的 這個是可以買得到規格的 因為我本身自己破過好幾個 所以這個壞了就可以買得到 換了沒有什麼很大的困擾 對 沒錯 那這個我們現在看到了 是從功能性或是從線條來 你覺得可以先了解哪些特性 其實第一個它的外型 我們剛剛提到它非常非常特別 它是屬於一個比較像流線型 因為我們看看它的這個名字有沒有 這個第一個MIC是雕的意思嘛 那各方面來講它也是非常的靈活 然後非常的靈巧 然後因為它比較適合是 譬如說像一些 off-road 輕度的off-road 或者公路它都適合 所以它配備的東西是蠻豐富的 那這裡面是怎樣 裝行李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裡面來打開來給你看一下 來這個 這個我們把它打開 它就可以這一個去把它弄開來 啊 是個廚房喔 它裡面就是一個廚房 對 插庇庫這裡就是一個廚房耶 因為這一種它屬於這種中小型的 它的睡覺是在前面 那它在料理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就是 站在後面的這個地方做料理 其實它這個稍微有一點遮雨的功能 喔 一點點 那你說真的 爺爺有一點要看天吃飯 那請給我一個好天氣 讓我享受這一切 但因為它這一種 這種是滑面的一個設計啊 所以你要加裝後面的後尾 這樣其實非常的容易 是可以的 對 是可以裝的 沒有問題 其他品牌都可以合得上去 重點是終於你知道為什麼 像我們做設計很愛這一種 你看它裡面的一些配置 跟它的 第一 高度真的很剛好 對 它就在我的腰部左右對不對 對 然後你看這個平台 這感覺都是有功能藏在裡面的吧 對 來 來 來 這個 Vincent 讓我們了解一下 來看一下 它這原廠的設計啊 它的左邊它是一個洗手槽 洗手槽 對 而且它裡面還會亮 有燈喔 怕你晚上找不到手在哪裡 對 然後另外一邊呢 另外一邊的話 它是設計一個簡易式的冰箱 它是可以讓你裝那個保冰袋 對 要冰一些簡單的食材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它是幫我們保冰袋 對 保冰袋 其實它這台車的設計 它就是環保 它沒有太多餘的一些 科技的東西 附加在裡面 對 所以它是以最簡單的方式 讓你去走進大自然 對 而且它成套成套的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它真的 隨車都會附來這些東西嗎 還是我要自己另外去買 這些的配件其實 大大小想 那個配件的價格不貴 所以我們就把它全套配進來 它這是選配啦 你也可以買 但是你一定會買 因為它就是for它的尺寸剛剛好 對 而且你看 它就所有一切 好像都標的剛剛好對不對 該放什麼東西 然後旁邊一個小小的爐 而且中原我要講一下 它的這台車 它剛才講說保冰袋對不對 其實它這台車本身 就已經很保暖保冰 因為它是雙層的 一般像我們這個 什麼叫雙層的 一般我們這個車體 其實都只有單層而已 那你單層會直接接觸到 外面的冷空氣 熱空氣 裡面很快就變化 可是它這個其實裡面是中空的 它有一層給氣流跑的地方 所以它為什麼敢不做冰箱 它直接做保冷的位置 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看到這裡還有一個12V的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充電孔 然後開關在這邊 還有一個 由於我是之前也常常拖車 我必須要暫取一下 它的尾巴是做翹起來的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要做翹起來 有什麼好處嗎 因為當我們去offlow 要往上的時候 屁股不會去撞到 離去腳 對 這個很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常撞到 沒錯 對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它太防震就不好 對 你要上坡的時候就不方便 所以這個圓弧 然後車屁股竟然藏了一個行動廚房 有沒有surprise 我覺得蠻好的這個配置 那我們再把它關起來 我們從後面來 旁邊來看看好不好 其他的線條跟功能性本身 那這個呢 這個它是這個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因為本身這台裡面 它有配置一個電池 可以在不接電的情況之下 維持它裡面的一些燈光 簡單的運作 對 所以它這個是太陽能平常 你就可以太陽曬 一方面也可以隔熱 然後一方面也可以吸收電能 原來的配置就這樣了 對 然後這裡很有意思 對 這個很棒 我應該沒想錯 這是杯架 沒錯 它就是椅子坐在這邊 椅子就可以放在這邊 而且做得很棒 你看做一個開口 有冰的話 它水把你流掉 多棒 請問是兩輪都有嗎 兩邊都有 兩邊都有 哎呀 這有意思了 真的 就在輪拱上面 直接給你一個製杯架 想都沒想過對吧 對 沒錯 然後可以這樣用 那這個線條本身很可愛 它真的很像我們在講的 那種像膠囊旅館那種感覺 對 那這個打開應該裡面就是 對 像我之前楊寵墓 有一種背包有沒有 然後後面有一個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看啊看啊看啊 是滿有趣的 超公知一的 終於你看 剛剛我講到雙層 你可以看這邊其實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氣流有沒有 裡面還有一層 裡面黃色那一層 對 它是兩層的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 它真的用了冰箱的概念 不管是飽人飽樂 而且還隔音 所以這個裡面 你在裡面是 與世隔絕的一種感覺 而且這邊有一個 類型宇宙的感覺 對 它能打開的時候 稍微雨滴 因為這個是有道理的 因為它如果沒有做這個雨滴 會砍到這個裡面去 防水會有問題 它在外面這個是非常聰明 那這個手法就是方便你拖車推車是不是 因為這台車 空車大概約莫在500多公斤而已 很精巧 其實一個男生你要去推就很簡單 因為Money現在後面那裡 車屁股 我們看到也有手法 這裡也有手法 因為一般我們大型的重拖 會裝移車器 但是這種車不需要 你本身自己就是移車器 你就自己推它就好了 非常的輕 OK 那我們打開來看一下好不好 Benson帶我們來了解 Benson來 移位到這裡好了 這會 小心 哇 這個床比我想得大 而且你看很舒服 而且竟然還有做床頭板 軟軟的 有床頭板 感覺就可以靠在這裡往上看 因為注意一下 它整個上面是全景的車頂 這個就是他們歐洲人的浪漫 就是要躺在裡面看星空 Money你覺得以你的身形 你睡得進去嗎 我覺得可以 因為它的床其實是140乘以200的 有乘到200 有到200 我們可不可以示範給觀眾朋友 感受一下好不好 我如果睡著 你再叫我一下 進去會不會很卡 不會 而且高度剛剛好 大家看有沒有 我如果坐在這邊的時候 其實是很OK的 真的耶 感覺很愜意 舒服的感覺 而且這個床墊還蠻舒服的 是蠻厚的 它是陷下去沒錯 它裡面大概有10多公分 對 我手這麼一摸 對 我仿佛好像摸到了一個網子一樣的東西 它裡面有一個紗窗 因為你不可能 抽出來可以當紗窗 因為不可能坐在這邊給蚊子叮嘛 所以它有一個紗窗整個拉起來之後 就照起來了 我以為只靠外面這一層就好了 沒有 這一個是晚上睡覺的遮羞布 對 晚上睡覺之後關起來 這個是為了隱私 我們在講的對不對 對沒錯 這個擋了之後 你會覺得比較安全 而且終於它裡面有很多像床頭這邊啊 都還有放飲料的這一種有沒有 而且是羊毛沾材質 腰毛沾材質 真的非常棒 很文青風耶 對 就是可能現在大家都在追求這種風格 對沒錯 那你要不要讓我們感受一下 它的床墊是不是真的 它連這個都是對不對 一整套 對一整套了 這個怎麼可以不選配呢 我現在還沒有頂到底喔 來我來睡一下給大家看 185的Money 你真的睡得很舒服的樣子 其實還蠻 看到上面這個星空其實蠻舒服的 而且如果不想看到後面 也有遮臉可以把它拉起來 所以其實躺在裡面還不錯耶 你的腳還沒有踩到底 沒有沒有還沒有踩 我如果踩到底其實 我還有很長一段空隙耶 你踩到底我幹嘛 我踩到底了 我現在踩到底 那你離床頭確實還有一些位置 還有一段 15公分左右 沒錯 而且它裡面還有兩邊還有間接光源 剛剛我有打開 所以非常非常舒服 在這上方是嗎 對 在那個弧形的那個坎裡面 嗯 在這裡面嗎 那你現在上面這個看到的是一個置物層架嗎 對這個呢 它除了一個置物的功能以外 可以放東西 其實它也是一個小朋友的床 什麼 對 如果你拖著拖著 生出了一個小朋友之後呢 小朋友以後就是睡在那一個地方 對 它真的是 它這個是一個很粗壯的這個原木棍 上面是一個很扎實那種牛津布 所以小朋友就睡在那一個 鳳鳳的那個裡面 而且會感覺小朋友有個自己的小哥囉 對對對 你看嬰兒多可愛 在那個裡面 然後爸媽的腳是插在下面的 好像兩三歲三四歲也沒問題喔 對重點是如果在外面在下雨下雪 其實你在這個裡面是蠻舒適可以待蠻舊的 它的燈光啦 而且它還有內置有音響 藍牙可以連線 對 對這還不錯 所以MONEY你自己過去也有過一台比較輕巧的拖車 甚至比這個還小一點點對不對 對還比這個還小 那你今天看到這個配置 你怎麼樣心動嗎 相見恨晚 對 想要帶一台回家來 應該早一點出現了 而且既然我們在節目一開頭 PO的那張照片是民眾拍的 表示他已經上路在跑 表示在台灣已經有埋住 對有掛牌 有掛牌喔 對 現在數量多嗎 其實今年的數量不多 我們是採接單的 對 而且有個重點喔 它這一台的高度啊 約莫只有你看比我還要矮 它是可以進到家用一般的停車場 這個非常重要 你知道你在摸摸摸著它的材質的時候啊 你彷彿就好像在摸那種家電 家具 就冰箱啊 就不是我們平常會摸到那種冷冰冰的車子的感覺 對沒錯 對吧 而且它都是有收圓壺的 所以它不會讓你摸到一些尖角的東西 對 所以你摸起來會覺得很舒服 而且它這個也本身也可以打開 也很像那個坐船有沒有 那個艙門的感覺 那前面呢一樣是 它一樣有這個升降伐啦之類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這個是標準歐規的拖車溝 歐規 對而且 可是我們常會比較歐規美規什麼 有什麼不一樣對不對 歐規美規會不太一樣 那還有一點是它的這個底盤 是鍍心鐵的底盤 所以地方防鏽然後再來耐撞 鍍心鐵 因為你之前好像有提過有些都是木頭的 對 有一些大型豪華的他們會採用木頭 因為要輕量化 對 所以呢這個如果是 當然因為那個不會去offload 可是這個會 如果稍微撞到其實它是耐撞的 那剛才終於提到那個拖車溝 我們就要看這一台車了 好這一定就是前車 我們在講的前車 其實它原本的官網上面 它前車是一台Model 3 它是一台Model 3 我也有看過有照片是Defender 對 對不對 其實在國外CRV就可以拖了 對很多車都可以拖它 因為真的非常輕 甚至你可以能力拉車都可以 因為都拉得動 那剛才提到 終於提到那個美規 跟歐規的不同的地方 我們第一個從拖車溝來講 美規的拖車溝通常後面是一個方形的口字型 現在我們看到就是美規的 對這個是美規的 對 它是一個方形的口字型 然後這一根東西呢 它會動有沒有 它這個是插進去 然後靠一個橫的插膠卡住的 這種方形通常都是美規的 那如果你像這個Defender那種車型 它通常是從下面拉出來 轉出來 那個就是歐規的 就像我的露營車 對 對不對 我的踢我後面也會有那個 那個是歐規的 那這個球呢 其實它也有分大小 所以你在拖的時候也要看一下 它的那個卡扣是歐規美規 也會有差 那像它是歐規嗎 這個是歐規的 那它如果遇到了它 它這個是美規 那可以嗎 可以 它可以用美規的做 但是歐規的球 它一樣可以拖 然後這個高低也可以做調整 因為美規的它也可以 比如說你的拖車是比較低的 我可以買這種做比較低一點的 其實都是OK的 所以就有點類似我們 充電有時候會有那個轉接頭 反正它們即使是美規歐規 它也有一個轉接的方式 對 可以讓它 那剛剛終於有提到那個轉接頭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電的部分的轉接頭 其實在這一個地方 它這個是美規的接頭 圓形的有沒有 那我手上這邊有一條 這一個是美規的接頭 轉歐規 這個是歐規12針的接頭 它每個規格有點不一樣 然後你會擔心說 那我這個怎麼辦呢 其實你只要用這種轉接頭 把美規的接頭插上 歐規的時候跟後車接上去 其實它就OK了 可是你就這麼一接啊 就萬無一失了嗎 對沒錯 它只要是前車跟後車的 前面的設定弄好 左轉右轉倒車然後前進弄好 它的這個規格是都可以做變化的 對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東西把它搞定了 所以有時候你要去拖朋友的車 你要問一下說 你是什麼規格 對因為如果插上去不會亮 那你後面車就不能夠拖 因為包括它這一台 它如果合上 它倒車也是後面也是會亮的 對這樣才會安全 好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了這一台 是不是會讓你覺得很容易心動的一台 對 非常心動 可愛拖車 太棒了 而且台灣現在的露營拖車越玩越精彩 對 很多元 對 確實 那還有人在詢問嗎 有一直都有人在詢問 其實 因為我們這個從引進到驗車 其實這關關卡卡很多 對 而且它的這個輕拖在駕照上面 會比較容易一些 欸 怎麼說 它不需要考另外的拖車駕照 因為超過了一定的重量之後 你必須要再去考一張這個 露營拖車的重型駕照 當然也很好 不會很難考啦 但這個是直接不用考 你買了就掛在法拉里上面 就可以開走了 喔 但是前面那一台車 我們曾經也提醒過 你一定要 還是有很多基本的概念要有 就是前車 還有一個前車 你必須要有一個兼工意營 就是在你的行照上面 必須要有兼工意營 如果沒有的話去申請 有些車可以申請 有些車不能申請 所以你要先去問清楚 那如果不能申請 你就不能引上 對你就換車吧 對吧 那這個部分關於前車 其實它有很多美感 小七接下來對我們了解 謝謝Benson 謝謝Money 金卡獎選出你的Dream car 活動起跑喔 選出最時尚最堅能的電動車 選出你最熱血激情的超跑 選出能夠帶著家人 跑透透的休旅車 快上地球王電線汽車網 參加金卡獎挑選活動 跟著達人們一起選出你的Dream car 就有機會把iPhone14獨家汽車 準備好你帶回家